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上可以说是积极的在争取各国领袖对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支持 不过看来成效不彰 下面我们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化来我们报道 峰会在这两天来到底达成了哪些进展 白化你好 你好你好 玉文你好 是白化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新闻的报道 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两天的峰会期间 到底针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讨论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结果呢 二十国集团峰会呢 本来是应该讨论全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但是因为叙利亚的问题呢 成为这次峰会的一个主要题目 这个金融和经济问题呢 倒退一局次位 第二位 那么普京总统昨天在这个峰会的开幕式上 他说呢 有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呢 请求他这个主持人 把这个叙利亚问题呢 列入这个会议的议程 所以说他决定呢 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工作晚宴上呢 来讨论叙利亚问题 那么工作晚宴呢 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然后呢 晚宴之后呢 又进行了一些小型的这个节目表演 那么普京今天早晨在这个峰会的会议上 他说呢 他昨天晚上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 科迈龙呢 讨讨论叙利亚问题 讨讨论到深夜两点多钟 那么以至于后两个人呢 在今天的会议上呢 这个迟到 但是针对叙利亚的问题呢 没有达成任何的结果 普京他说的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发表意见 产生自己这个观点的这个机会和平台 那么针对叙利亚问题呢 不会做出任何的这个决议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说呢 在叙利亚问题上 昨天的讨论结果是 主战派和这个主合派呢 反战派呢 是势均力敌 双方的这个力量呢 是几乎是一半对一半 是白话你刚刚也提到 这个主战派跟反战派 是占一半一半 到底这个叙利亚问题 是不是使得这一次的 二十国务集团峰会 感觉上好像是成为一个非常分裂 对意见非常分歧的一次会议 尽管我们在镜头前 看到奥巴马总统与普京总统 握手双方都是面带微笑 但是很多人说 这背后的角力跟运筹帷幄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能不能谈谈 这次会议的气氛到底如何 是这次峰会实际上成为了 一个各国各个大国之间 围绕这个叙利亚问题 教育的一个平台 因为俄罗斯和美国呢 在叙利亚的问题上的立场 截然相反 那么所以说呢 各方都关注奥巴马总统 从普京两个人之间的 这个如何互动 各方呢 也都期待两个人 是不是能这个 再一次坐下来 谈一谈这叙利亚问题 但是呢 除了昨天两个人的握手 微笑寒暄之外呢 迄今为止 两个人没有进行任何的 这个对话 而且呢 刚刚完成了这个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 这个集体的合影照 那么从合影照上来看呢 奥巴马和普京两个人 这个是封台 中间隔了一个 印尼的总统 当然从这个峰会上 这个气氛来看呢 整个峰会呢 被这个叙利亚问题笼罩着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的 参加会的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头脑中呢 几乎都在考虑这个叙利亚问题 而且大约两千名的记者呢 登记来采访这次峰会 那么在峰会期间举行的 各种这个简报会上 还有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 记者们提的最多的问题呢 也都是叙利亚问题 所以说可见 这个叙利亚问题成为 这个这次峰会的一个 关注的焦点 是 那么白华 我们最后大概 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简单谈一谈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这场峰会上亮相 那么他与各国的元首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呢 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这是习近平执政之后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 这个国际这个峰会 那么我想说的是 习近平针对叙利亚问题呢 迄今为止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讲话 习近平本人的讲话 关于叙利亚问题 中国的立场只是 这个不已及他们官员 这个希望中国通过政治问题 中国主要通过政治渠道 来解决叙利亚问题 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 从普京举行了会晤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昨天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 也举行了短暂的交谈 那么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 他们发布的消息说 两个人交流了大约 五分钟的时间 两个人都主张 未来应该改善 中国同日本的关系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 他表示说的 双方应该退回到 两国互惠的这种 战略原则上来发展 两国的关系 今天的日程是习近平 还要同奥巴马总统和 德国首相 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 俄罗斯这次的日程安排 也比较有意思 就是习近平成为普京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当中 会晤的第一个外国的领导人 所以说底下了俄罗斯 在叙利亚问题危机的背景下 俄罗斯对中国盟友的关注 另外一个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在会晤习近平之后 普京又立刻同安倍 举行了会晤 那么普京和安倍 强调两个人 双方又建立 二加二的战略会晤 即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和俄罗斯的 两国的国防部长和两国的外长 今年11月份 要在东京举行战略对话 因为这个背景是 两国都对中国的决体 感到一种危机感 另外一体现 俄罗斯在中国和日本 领土纠纷当中 它持中央的立场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白话 在莫斯科 为我们所做的 有关于这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最新报道 专门 因为